这一天,小巴哥德像往常一样,哼着哥来接阳光丝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,去剧场准备元旦表演了。 是啊,哥德,我和宝宝龙还有阿凯要表演机器人大战恐龙。 哎,哥德,你也来一起看我们表演吗? 在欢声笑语中,哥德载着大家来到了剧场。 哎呀,怎么剧场还没有布置完成啊? 小朋友们,离表演开始还有时间,大家一起帮忙来布置舞台吧。 豆豆把彩带挂在柱子上,妖子,来帮忙吹气球吧。 呼,啊啊,宝宝龙阿凯,你们不要再跑来跑去了。 妖子,宝宝龙,你们先别玩了。 说话间,宝宝龙一不小心被拴着木布的木杆绊倒在地。 宝宝龙,这时一颗罗姆从屋顶掉了下来,宝宝龙感觉屁股被什么东西割倒,于是捡起罗姆随手扔了出去。 这时整块木布从屋顶掉了下来,蒙在宝宝龙头上。 宝宝龙,你没事吧? 哎,哥德,我们重新布置吧。 妖子,宝宝龙,你们两个小淘气,再捣乱,我要生气了。 对不起。 水果道具,我知道。 宝宝龙,我们走吧。 宝宝龙,有,有奇怪的声音。 是球球,球球拿着水果道具。 宝宝龙,我们快追。 球球爬太高了,宝宝龙,我们上不去呀。 球球,快把水果道具还给我们。 就在这时,屋顶的一盏射灯松动起来,眼看就要掉下杂重宝宝龙。 哥德,是机长哥德。 高空坠物危险,大家快躲到空旷的地方。 机长哥德及时赶到,他连忙甩出机长飞钩, 一把抓住了射灯,将整个松动的灯架勾住慢慢放下来,成功解除危机。 可是我们的舞台要重新布置了。 在大家的努力下,舞台很快恢复了原样, 但机长哥德好像还在找着什么。 咦,哥德,你在找什么? 宝宝龙,你怎么知道罗姆在哪里? 对不起大家,我和宝宝龙只是想拿回球球手里的水果道具。 你们俩呀,下次一定要注意安全了, 在公共场所乱跑,不但会影响别人,还可能引发危险。 就这样,在大家欢声笑语中, 阳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又度过了美好的一天。 故事到这里。 咦? 哦,看来桑迪老师还有秘密,要和大家分享哦。 让我们一起来竖起耳朵,听听。